1927年4月6日,张作霖突袭苏联驻华使馆,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,张作霖进拿里的同时还查获大量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、训令和颠覆材料。 在张作霖看来,李大钊替苏俄做事,企图颠覆合法政府属于汉奸罪行。 随后李大钊接受法庭审判,他本人对其与苏共企图颠覆政府,发动政变共认不讳,随为当时的北京政府出以绞刑。